我们做的都是中情局的工作 这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NED创始人在接受采访时说过的话 而这个NED组织 一直都充当着美国政府的白手套 8月9日 中国外交部甩出一份报告 直接戳穿了这个美国白手套的真正面目 这个白手套到底是什么来头 又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简称NED 从字面上意思 大家一定以为这是一个良善的民间组织 其实他们早已经臭名昭著 早在1991年就被称为中情局分局 他们却还要装作是温良之人 全世界呼吁自己良善理念 正如美国一直喊的口号 忠于民主 就连各种组织的名字 也一定要加上民主二字 NED这个非政府组织 也践行着它主人的理念 始终将民主两个字挂在口上 在世界各地进行着民主宣传 作为非盈利机构 他们主要依靠有关人士拨款进行活动 而这个有关人士就是美国政府 仅仅是2023年 NED就获得有关人士资助3.15亿美元 只是一个民间组织 竟然可以获得这么高昂的资金支持 所以这个组织的日常行为报告 以及工作成果的汇报 都要上交给有关人士 如此的一个非政府机构 与美国政府联系的 未免过于亲密了一些 对于NED的行为 国际上大家都心知肚明 他们就是美国的白手套 但是都拿他们没办法 在2019年的一次外交会上 华春莹就曾经发言 直接制裁内在我国的行动 这是我们对抗美式民主的一次 强有力回击 在8月9日外交部的报告中 我国更是将这NED最后一层遮羞布 直接撕了下来 据外交部网站消息 8月9日外交部发布了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 所作所为及真实面目 在这篇长文里 外交部明确指出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NED实际上就是美国政府的白手套 而后在下面详细列出了 其所犯的五宗罪 NED长期充当美国政府的隐蔽手段 在多个国家和地区 推动所谓的颜色革命 文章从该基金会的创立背景 资金来源 及其与美国政府之间 错综复杂的联系入手 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剖析 详细描述了美国政府 如何规划NED的运作策略 以及NED如何向政府反馈工作进展 同时还引用了美国高层官员 对NED的评价 这些事实无意不让人 对其标榜的独立性产生严重质疑 接下来文章列举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在全球范围内的种种恶行 从中东到东欧 从拉美到亚洲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触角 无处不在 它在伊朗 诸多阿拉伯国家 乌克兰 朝鲜等国 策动颜色革命 企图颠覆他国政权 这些行为 不正是美国一贯的民主输出 和霸权主义的体现吗 不仅如此 文章还揭露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在其他国家的日常工作 勾结各色势力 干涉别国内政 在俄罗斯 欧洲 墨西哥 古巴 伊朗等国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一直在暗中扶持亲美势力 通过其网站和媒体期刊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恶意抹黑亚非拉 发展中国家的人权状况 频繁点名印度 阿拉伯国家等 更有甚者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还插手干预多国选举 如塞尔维亚 菲律宾 伊朗 尼日利亚等 这种行为 严重违背了国际关系准则 更令人愤慨的是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还将黑手伸向了中国 文章揭露了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如何扶持台独分裂势力 勾结反中乱港分子 资助所谓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向东途教育与互助协会投目提供资助 以及与藏独投目会面 声援藏独活动等 这些行为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绝不能容忍 此外 文章还指出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在他国炮制虚假信息 蛊惑干扰舆论 同时借助所谓的学术活动 大搞干涉渗透 最后文章还列举了美国和其他国家 曾经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揭露和曝光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中国外交部此次发布的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所作所为 其真实面目 一文 那就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这个组织 根本不是其自称的所谓的 关心民主和人权的国际性民间组织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做的事情 就是过去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在做的事情 区别无非是CIA是偷偷在干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明着在干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就是为了美国利益 在其他国家不断制造问题和矛盾 中国外交部发文点明揭露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恶劣行径 这是釜底抽薪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那就是既不美也并非什么国家组织 更谈不上民主二字 压就是美国政府用来煽动别国颜色革命和社会动乱的白手套 一颗只有表面光的驴粪担子罢了 要打疼给狗未良的美国黑手 我们中国丐帮必须练好祖传的打狗棍法 这既能让我们中国国内的社科领域学者和网民加速政治觉醒 也同时能号召国外反干涉势力一起联合起来抵制美国政治渗透 同时也能让一部分尚未对美国有清醒认知的网民了解到事实真相 我们中国舆论里 我们中国体制内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逢中必贬 逢美必舔 搬弄是非 挑拨离间的人 很显然 这些人都不是凭空冒出来的 其中恐怕为数不少都是有狗粮吃的 甚至很可能本身就是被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之类的机构的狗粮给喂大的 我们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主张各国平等相待 互不干涉内政 我们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干涉他国内政 这是我们的一贯立场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这样的组织 打着民主的幌子四处兴风作浪 实际上是在破坏国际秩序 危害世界和平 为外交部这次的亮剑精神点赞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 我们更需要这样有理有据 有理有力的发声 这不仅是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有力回击 也是对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重要贡献 我要为我们中国外交部对美国NGO组织的主动出击点个大大的赞 别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所作所为 其真实面目 这篇文章只是击出去的一掌 但就是这一掌打出去 在舆论场上所发挥出来的能量 却丝毫不亚于乔峰的降龙师巴掌 过去 老有一些人在舆论场上嘲笑我们广大爱国网民 说我们就是一群舆论场上的乌合之众 是网络丐帮 干着脑力劳动的是静一派 干着体力劳动的则是乌一派 我们在有组织 有背景 有资源的名门正派 比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滞留的面前 屁也不是 我们只有抱头挨打的份 人家要拿捏我们 其难度不会比捏死一只蚂蚁高到哪去了 而现在 我只想对仍然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说几句心理话 我们这群人也许是丐帮帮众 而且我们的静一派和乌一派之间还有矛盾 但是这不妨碍我们通过力所能及和身体力行的方式 去抵制你们口中那些所谓知名门正派的招招恶行 我们丐帮混迹江湖这么多年 别的不敢说 但是有三点 我们是拍着胸脯和所有人保证的 够勇 够人多 够有家国情怀 你们的名门正派碰到我们丐帮帮众的汪洋大海 也不见得就能讨到多少便宜 而且 你们不要忘了 我们丐帮的帮主乔峰 在江湖上也是赫赫有名的高手大侠 只要有他的坚强领导 只要他能发挥好带头作用 那我们的丐帮就绝不是什么乌合之众 这样一股以数亿甚至是十数亿计的网络能量 只要领导得当 组织有序 那我们就完全不用惧怕世界上的任何所谓名门正派 我们丐帮帮众的武器和武功跟名门正派的确实没法比 但是至少我们还有一根拐棍还会一套棍法 那是我们丐帮永远的精神领袖 一位姓毛的教员在很多年前自创的功夫 我们从未忘记 我们从未忘记在各个时代总有那么一些丐帮子弟 他们秉持着领袖的初衷将这套看似简单 却极为实用的功夫修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现在也许是我们这些丐帮子弟在公众舆论中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我们知道要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正面交锋可能相当困难 但对付那些借着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名义 在中国胡作非为妄图推行逆向民族主义的狂吠之徒 我们应该还是能够做到的 倘若有一天 那些依赖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的家伙们被我们打得疼了 怕了 以至于惊慌失措的询问 你们手中的是什么武器 施展的是什么功法 为何如此疼痛 我们就应该回应他们 这是打狗棒 这套功夫名为打狗棍法 专门用来对付恶犬 疯狗 以及落水之狗 总的来说 我们从来都是爱好和平的民族 支持更多文化的友好正常交往 真正的民主 从来没有每次开头 更不是用来打压他国的幌子 若是有些国家一直保持这种双标行为 我们也从来都不是软柿子